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色彩的运用 范骨的色彩运用可谓大胆而富有情感 它用浓烈的黄色来表达热情 这种色彩不仅让人感受到阳光的温暖 还能引发观者心中的共鸣 想象一下 当你走进一个充满向日葵的房间 瞬间就像被阳光包围 心情也随之明亮起来 这就是范骨的魔力 它用色彩创造了一种情感的共鸣 有趣的是范骨的向日葵系列 其实是他在R的时候创作的 当时他希望能够用这些作品 来装饰他梦想中的黄房子 那是他与高更共同生活的地方 可惜的是 这个梦想最终并未实现 但这些向日葵 却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范骨的个人故事 他的生活充满了波折与挑战 精神疾病的困扰让他在创作中 常常感到孤独与绝望 然而正是这些经历让他的作品 充满了深度与情感 或许正如向日葵总是向著太阳 范骨也在不断追寻住自己的光明 董基来说 范骨的向日葵不仅仅是一幅画 它是一种生命的象征 是对色彩的热情拥抱 希望大家在欣赏这幅作品时 能够感受到那一份 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范骨心底的热情与坚持 记住生活中即使有阴霾 也要学会像向日葵一样 勇敢地面对阳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巴赫大提琴族曲 孤独与优雅的音乐独白 巴赫的大提琴族曲 可谓是古典音乐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尤其是其中的第一组曲 常常让人感受到一种孤独而优雅的氛围 想象一下巴赫在18世纪的德国 或许正坐在一个烛光摇曳的房间里 手中握住羽毛笔 心中却充满了对音乐的热爱 与对生活的思考 这样的场景让人不禁想问 他当时是不是也在思考 为什么我的大提琴族曲比我的孩子们更受欢迎 这些族曲的创作背景 其实相当有趣 巴赫在当时的音乐界 虽然已经小有名气 但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想象一下 当时的音乐家们 就像现代的YouTuber 都是需要不断创作新作品 来吸引观众的注意 巴赫的大提琴族曲 正是他在这样的压力下 为了寻找内心的平静而创作的音乐独白 在这些族曲中 孤独感如影随形 尤其是在著名的前奏曲中 音符如同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 独自漫步 这段音乐不仅是大提琴的独白 更像是巴赫对于生命的反思 或许他在想 如果我能够把我的孤独变成音乐 那么我就不再孤独了 而优雅则是这些族曲的另一个重要特质 巴赫的音乐结构严谨 旋律流畅 唐佛在告诉我们 即使在孤独中 我们也可以找到优雅的方式 去表达自己 这就像是 当你在咖啡馆里 独自品味一杯浓郁的咖啡时 虽然周围人来人往 但你却能在那一刻 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优雅 有趣的是 这些族曲在巴赫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 特别是在20世纪 当大提琴家们 开始重新演绎这些作品时 巴赫的音乐 再次成为了人们心灵的慰藉 就像是巴赫的音乐在告诉我们 孤独并不可怕 重要的是如何在孤独中 找到自己的声音 所以当你下次听到巴赫的大提琴 足曲时 不妨闭上眼睛 让音乐带你进入那个充满孤独 与优雅的世界 或许你会发现 孤独并不是一种缺陷 而是一种深刻的内省与自我发现的旅程 就像巴赫所说的 音乐是灵魂的语言 而孤独则是灵魂的舞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斯皮尔伯格诸罗纪公园 科技与自然的惊险交锋 当我们谈到史蒂芬 斯皮尔伯格的诸罗纪公园 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一部电影 而是在探讨科技与自然之间 那种既惊险又微妙的关系 这部电影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恐龙的惊人复活 还让我们反思人类 在科技面前的自负与无知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 那个经典的场景 当主角们在公园里驾驶吉普车 面对驻一只巨大的霸王楼时 观众的心跳 几乎可以和电影的配乐同步 背幕不仅是视觉上的震撼 更是对科技的警示 人类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一切 却在面对自然的力量时 显得如此渺小 就像是我们在科技的浪潮中 常常忘记了自然的法则 结果却是自食其果 而且电影中的那句谜言 生命会找到出路Life as a way 木警师对恐龙的描述 更是对科技与自然关系的 深刻洞察 无论我们如何试图控制 或改造自然 灯命的韧性和适应性 总是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这就像是你试图在家里 养一盆植物 结果却发现 它长得比你预期的 还要茂盛 甚至开始占据你的整个阳台 再者斯皮尔伯格 在这部电影中 巧妙地运用了视觉特效 让恐龙栩栩如生 这也引发了我们 对科技的另一个思考 科技的进步 是否真的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 还是说 它只会让我们更加疏远 在电影中 科学家们用基因工程 复活恐龙 却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 这就像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经常会因为追求科技的进步 而忽略了伦理和道德的底线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 电影中的幽默元素 虽然《侏罗基公园》是一部惊悚片 但其中也不乏幽默的瞬间 比如当小孩用电脑骇入系统 让恐龙逃出来的那一幕 让人不禁想起我们在科技面前的无知与天真 这就像是我们在使用智能手机时 总是希望能够掌控一切 但却经常被它的各种功能搞得手忙脚乱 懂之《侏罗基公园》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 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 科技虽然能够带来惊人的进步 但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与自然的关系 毕竟当我们试图驾驭自然时 别忘了恐龙可不是我们的宠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读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文森特、范古的向日葵 巴赫的大提琴族曲和斯皮尔伯格的《侏罗基公园》 这三个作品虽然各自来自不同的时代和领域 但却都传达了深刻的情感与思考 范古的向日葵 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热情与色彩的力量 仿佛在告诉我们 即使人生再艰难 也要像向日葵一样勇敢追寻阳光 而巴赫的大提琴族曲 则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孤独而优雅的音乐世界 这种孤独不再是一种缺陷 而是自我发现的旅程 至于《侏罗基公园》 它提醒我们在科技面前要请顺行顺行事 因为我们在惊叹科技进步的同时 别忘了尊重自然的力量 那些作品不仅是艺术的象征 更是人类情感和思考的结晶 但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不妨停下脚步 细细品味这些作品所带来的启发与感动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或是感受呢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让我们一起分享彼此的见解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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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